许多大老板的堪称是吃货也都自己开启了餐厅 像是宗租总裁孤重力的牛肉面店 三月份还要拓点信义区的贵妇百货 而另外连锁咖啡品牌的董作黄明贤 也很喜欢吃泰国菜 也进军了泰式料理市场 示范一次 我们要加四颗大蒜 依序把辛香料青木瓜放到玻璃面 倒一倒各种滋味通通融合 连锁咖啡品牌董事长黄明贤 亲自示范泰国经典菜色 凉拌青木瓜丝 原来生意触角要从咖啡扩大到了泰式料理 鲈鱼要先费工地把刺去除 下锅炸到酥脆 再和泰式酱料一起拌炒 这道酥炸王子鱼 还有柚子凉拌沙拉等等菜色 其实很多都是取经泰国的皇室御膳菜 这回还远从泰国请了两位厨师亲自坐镇 我很喜欢吃泰国菜 尤其我到了泰国第一天 我的partner带我去吃泰国菜 我有点吓到了 怎么会跟台湾吃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从那一天我就 想要在台湾开泰国餐厅 超大落地窗 外桃绿衣映入眼帘 就是看中这片街景 才选在信义区一级站去 开首间泰式料理店 不过现阶段原物料 各式成本飙涨 敢开店真的很大胆 反倒逆势开新品牌 其实已经规划了三年是集团计划的一部分 目前已经有七间央厨 第八间也在兴建当中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泰式餐厅品牌的时候 原料已经涨了嘛 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没有任何吃钱的包袱啦 下半年或明年初可以再开第二间店 那但是其实我们最大的目标是全球啦 其实有不少的企业大老板纷纷扩大 事业版图开设餐饮品牌 像是中猪总裁 孤仲利爱吃美食出名 就参与研发 创立了总裁牛肉面 国内知名服装品牌 银碎集团第二代 自创乌纱松饼屋 对我来说是加分的 但是其实主要还是看菜啦 对看好不好吃 然后看空间环境 然后适不适合聚会 各行各业的总裁们日理万机 不过他们的共通点就是 同样热爱舌尖上的美味 东森台新闻 刘子腾 林皓宇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